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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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先生, 你回來了嗎? 後院成 貴主寶 周先生, 聽聞你路上遇到凶險 沒事吧? 沒事, 多謝關心 怕人自有天相 是, 昨天大人在京師 有封四百里加急的書行 要你盡快過目 有勞 周炳吳卿 至河南一別 帝已經到達京師見告皇上 帝答應過你的事 定當順手承諾 有關吳卿身世之事 帝絕無向人偷露偏言隻語 你大可以放心 但這次謹敬皇上 想不到皇上竟然主動向我提及 黎江柱之事 還說到雍正四年 有亂黨五路人馬 企圖入宮行事先帝雍正 恨及時被黎江柱精婆 將亂黨打解 與此同時 我在雍和宮黎江柱的舊宗卷內 居然發現一件驚天的大秘密 是關乎吳卿的 原來吳卿的妻房趙玉卿 本名小韓 是黎江柱編號三十六的拜堂 隸屬於押圖總管 而當日你父母 在重陽江附近遭到殺害 拘訴押圖總管等人所為 小韓之所以嫁你 是一早得知你是周鴻之子 想在你身邊找到當日亂黨之首 大頭大哥的真正身分 周炳吳卿 此事我知道之後大迴震驚 相信吳卿一時間也難以相信 但此重要秘密 關乎吳卿之心命安危 弟不敢不如實相告 據黎江柱中卷所述 小韓善於舌廷、溶毒 精於一雙短刀 而且後頸之處 還有一銅錢搬帶的粉紅胎脊 檔案之內容詳細無謂 相信所言確有實據 此信之內容乃朝中之機密 亦關乎吳卿之身成 萬莫吳卿越筆 畜張順少偉 老公, 這麼晚了? 你怎麼了?呆著呆著 一定是衙門太多工作做到你這樣 不要緊, 我煮了合桃燉豬腦 好, 你多喝一碗補一碗 不用了 不要緊 我今天煮了你最喜歡吃的菜 來吧… 有怪味雞 冬波肉 還有太湖白魚 這條魚買的時候還紮實跳 還有乾扁四季頭 快點, 不用吃了, 趁熱 我不吃了, 我很累 上頭 阿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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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這麼晚都不睡 你明天還回廈門 我不想睡 我不想睡在自己床上 你去哪裡 拿一盒酒來 拿一盒酒來 走 周先生, 我們打仰了 你說甚麼?門又沒關 有生意都不做嗎? 買一盒酒給我 你說得對, 我們偏偏不做你的生意 你那是甚麼意思?我畢竟是你們恩公 你們今時今日還可以在這裡做 全靠我 沒有我, 激酒館倒閉了 小閑吩咐過 周先生和尊夫引來, 無任歡迎 周先生自己來, 輸不招待 周先生, 那你想我們抬你出去 因為你自己走出去 好, 那我買一盒酒出去喝了吧 小閑別說不賣給我 周先生叔 打一盒酒給他, 讓他出去出去喝 給我 開門 開門 開門… 又怎麼樣? 開門, 我要買酒 不能買 長勝叔, 長勝叔 我要買酒, 長勝叔 長勝叔, 我買酒, 長勝叔 長勝叔 有甚麼事這麼吵? 開門… 這麼吵, 我要買酒, 西方 這麼吵了嗎?開門 開門… 你吵了沒有?是否想累死我 不是, 我很煩, 我想喝酒 醉了甚麼都不用你 你要喝酒, 儘管喝吧 你給我喝酒 很會喝酒 小嫻, 我的心很煩 你心煩的, 就跟玉興姐說吧 不可以跟她說 怎麼了?你們吵架了嗎? 其實夫妻吵架很平常 床頭打架, 床尾和 不是, 有些事情不是想得這麼簡單 有多複雜 對了, 你…你跟我說 我… 我告訴你, 你別告訴別人 我老婆不是我老婆 她是黏肝拜堂 什麼拜堂?你們是夫妻, 當然拜過堂 不是, 她是黏肝拜堂 是朝廷派來監視我的細作 她在身上查出一個很重要的秘密 原來我一直是與虎同眠的秘密 辣辣, 我覺得你喝夠了 你再喝醉了 我沒有醉, 我很清醒 你相信我, 我現在沒人可以相信 她是黏肝拜堂是真的 我有證據的 否則, 她不會這麼好伸手 當我逛逛逛街, 有個煙筒塌了 她居然可以救我 還有, 她懂得洩聘 她在山西風花樹樓那裡 她用不知什麼工具 偷聽到旁邊的房間的人說什麼 還有, 在山西的樹林那裡 我們是被人追殺的 我們回頭的時候 看到那些黑衣人死了 我們被這麼多人追殺 沒理由就可以了, 是不是? 還有, 我這次上京 在重陽江遇到鹽果 他插了大腿一刀, 借傷成毒 大夫也說我要鋸一隻腳才能續命 但他不知道替我塗了什麼毒門金倉藥 兩天之後就好了 還有, 他的頸上有個銅錢這麼大的胎記 我以為只有我才知道 但原來不是, 黏肝柱的人都知道 他一定是黏肝拜堂, 你明白嗎 周炳, 我真的不知道你說什麼 不是的, 小孩, 你聽我說 是黏肝柱住宿玉兄那個叫做額徒 沒有, 我爹不是被你殺的 你明白嗎?我很害怕 夠了…我真的不想再聽你胡說 你喝完這壺酒就很馬上回去 玉兄姐在等著你 小嫻… 松原飯水賣 و嬸毛 采擘… 吓了, 小官 以為好, 我都知道 對 燒溫誉草, 猜不到越回飲這裡了 燒溫重, 猜不到想吃起昔奧 為甚麼待會 聊聊天 莫莫,KIMO 你露出真面目了 他們跟你相處了這麼久 你都忍心殺了他們? 我只是令他們分衰 免得隔場有意,聽好我們的說話 我們的說話,你終於肯對我坦白 好,我也對你坦白,我們今天來 你是不是黏肝柱的細祖? 是不是假扮我老婆? 你真是小漢? 是,我的確是個細祖 那你和殺我父母的,是不是同一群人? 是 是真的,你一直都騙我 你在查我 那真正的趙玉興呢?你殺了她嗎? 那當日跟你一起來的岳父岳母呢? 是什麼人? 真正的趙玉興沒有死刀 自從你父母辛苦之後 趙家英沒打算跟你們結婚 我們給了筆錢,要個舉家搬走 你當日見到的岳父岳母,都是念廣署的人 假扮的 你一直把我當傻子 我們這樣做有原因的 是執行任務,任務… 我在你眼中只有一個任務 我現在明白 為何成親以來你看得我這麼緊 一天到一刻要我報告行蹤 要說你什麼都知道,你一直在調查我 當日,對我落毒的人是你 你想再引一段殺黃帝人出來是不是? 不是,是黎光柱的人做的 你不是黎光柱的人 我當日差點被醫通摘死,都是你做的 不是,黎光柱要解散他們 叫我殺你,但是我不肯 你是我老公,我怎麼要殺你? 不是,我只想保護你,想救你而已 你想保護我?你想救我? 你會對我這麼好嗎? 會呀,會呀 你幹嘛當我當日救你的時候 差點弄傷了腳? 我記得很清楚 但我根本不知道你救我 是為什麼目的 你是不是想引我入局? 還是你接到指示,不能殺我? 又或者接到指示 要某年某月才殺我? 不會呀,不會呀,不會,不會有任務的了 你不要拆解散了,不會再有任務 當初我嫁給你,是唯有任務的 但是自從黎光柱解散了之後 我是真心真意留在你身邊的 是呀,我只想要一走了之 是呀,我只想要一走了之 但好了,我發覺 天太…我只只有你是親人 爺爺, 冰藝信我 我只希望可以當你到處的人 我對你是真的 你不用再哭, 我不會再相信你 你們的眼淚很假 黏乾柱是秘密組織 你說什麼都行 再說, 大頭大哥還沒找到 你們會心悉嗎? 你知不知道我很害怕 我不知道為什麼你救我 是不是苦肉計? 還是這裡一切一切都是黏乾柱的計謀 又或者是黏乾柱的把戲? 不是, 老婆 不是, 應該叫小漢 我不能接受我老婆 我的枕邊人是個世作, 你明白嗎? 你今天任何人嫁給我 明天任何人也不知道嫁給誰 明天任何人, 你想知道大頭大哥是誰 我告訴你, 我不知道 你任務完成了 你可以殺我, 你殺我, 你殺我 你殺我, 你殺我, 你殺我 沒有人, 你殺我, 你殺我 Quando老婆, 我是你殺我 我要老婆扮演靈點 揮動全場好不好 老公等你, 等就等下才行 老公, 只要我們兩個人在一起 其實去哪裡都沒所謂 不如我們倆就一起浪跡天涯 不要回金山院, 四海為家好嗎? 好疼的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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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 可否聽我說一句話? 你相信也好, 不相信也好 雖然我是念江柱的人 但是我對你真的 還有一件事 你可否告訴我 我身分你是怎樣可以得知的? 有人想救我 有人想幫我 所以告訴我 你是不是想殺人滅口 我先去找你 我先去找你 你不想殺人滅口 你不想殺人滅口 他是不是在你身上, 快點叫他出來 周炳早兩晚又來過, 讓他不要出來 少爺, 你別躲起來, 真是大事 少奶奶, 他不見了, 你是不是又氣了 快點出來 你這麼出電, 真是會加變的 是呀 那你只是說我們小閒說謊 都說周先生他不在那兒了 小閒, 周炳和老婆真的有點不疼 莫默添香, 我之前答應我玉卿姐 就算他再來, 我也不會理他 我更不會留他在那兒住 他真的不在我這裡 那怎麼辦 糟了, 我們到處找過都不見他們 去衙門的人又說在找他們 要不這樣, 長靜叔, 阿威, 我們一起去找 好, 田家真產一案就此決定 但雙方越不便宜就此禍解 是, 大人 大人, 你剛才回來, 應該好好休息一下 周炳呢?還沒見人 下官已經派人去他府上找他 不過今天他的書童來過 說已經不見周炳兩天了 大人, 有位汪先生求見 請他進來 是, 大人 大遠成, 你先出去吧 是, 大人 大人, 我拜託你所找的日子 找到了嗎? 事情已經辦妥了, 請大人放心 記得這件事只有你知我知 汪某明白 有些事應該知道, 有些事不應該知道 大人吩咐我辦甚麼事 我就去辦甚麼事 好, 汪先生真是明白事理 大人, 你知道這件事越少就越好 沒錯, 我為甚麼要對付周炳 你無需要知道 我只需要你幫我出謀宴查就可以了 對了, 你那邊的情況如何 在路上, 我一直有派人監視周炳 她的夫人趙玉興已經走了 走了就好了 這個女人武功高強 我一直擔心, 如果要捉拿周炳 趙玉興一定會反抗 所以大人就先寄一封信給周炳 離間他們夫妻感情, 叫他們二日返路 人來 大人 叫成衙差集合 命他們立刻捉拿周炳回來 周炳, 周炳, 你和玉興姐發生了甚麼事 你這兩天去哪兒?玉興姐出走 別提我老婆, 她說話沒句真 閉嘴, 抓住她 你們幹甚麼? 飛黃騰達, 你傻了嗎?連我都抓 周先生, 大人下了命令 要我們押你回去 押我回去?我沒有領養工作 沈君又要押我回去? 周先生, 你也知道大人的脾氣 別讓我們難做 好, 我跟你回去 為甚麼這麼大陣像? 這些都是大人吩咐的 我們不單照下手聯 還要押你進監獄 沈君幫, 給我看顏色吧 好, 我看你玩甚麼花樣 你放心吧, 我沒事的 走吧 沈君幫, 我沒有領養工作 小姐, 要不要寫又拉樓座 快點幫我, 幫我 周炳, 這次押你回來不是我的意思 不是你的意思? 其實是皇上的意思 皇上落下物子要捉難逼 為甚麼? 皇上想知道當年入宮行至翁正爺的大頭大哥的真正身份 又是大頭大哥?皇上怎麼會知道? 是你說的, 你承認過我甚麼? 我沒說到 我在給你那封信已經寫得很清楚 我承認過你不說就不說吧 要不然皇上怎麼會知道我和這件事有關? 周炳, 真正害理的是躺在你旁邊的接玉卿 他是黏江柱的人 朝廷一直有人在你身邊 現在行蹤, 皇上怎麼會不知道? 但我老婆對我說, 黏江柱已經解散了 他是細作 哪句真哪句假, 你能分得到嗎? 我知道的, 這件事根本就與你無關 我和皇上已經替你說了不少好說話 這次你上京, 皇上還是想知道有甚麼事實 你心靈皇上為人, 他絕對不會亂殺豪功 你看到皇上的事, 他問你甚麼? 你再答甚麼? 你知道多少, 你再說多少 皇上, 你一定沒事 周炳, 你放心吧, 我一定會上白佛堡 警察大哥, 麻煩你做個好心 讓我去見周炳 真的幫不了你, 小閑姑娘 是不是銀兩不夠? 我可以回激租館拿的 也不是銀兩問題 本來小閑姑娘要見周先生 開他聲音就行了, 用甚麼銀兩 只不過這次大人下了嚴令 不讓他見任何人, 我也沒辦法 真是對不起 究竟發生甚麼事?為甚麼這麼嚴重? 到時你們草擬一封文書 交給京師來的官員 沈大人, 你要救周炳 周夫人請等等, 大人還沒通傳 你們全部回去算了 是呀, 大人 沈大人, 為甚麼要拉阿炳進監牢? 嫂夫人, 這些是朝廷的意思 其實我一直在幫周炳 希望可以從輕發落 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事關重大, 我不可以告訴你 不過嫂夫人放心 我和周炳情如兄弟 我一定不會讓周炳有事 這件事與阿炳無關 有錯都是我錯, 要拉拉我 總之我向你保證 當然了, 我不會讓阿炳有事 我相信你, 但你讓我見見他吧 實不相瞞 周炳現在已經是朝廷的要犯 他不可以見任何人 怎麼搞的? 問你又不肯說, 又不讓我見他 官老爺不是大了的 嫂夫人, 本官以嫂夫人相稱 就是當你是自己人 剛才本官已經好言相勸 皇命不能迴 你再在這裡撲虎罵街 你也不可以見周炳 你再這樣, 我會叫人趕你走的 文虎一時衝動, 請大人恕罪 周炳的事我會想辦法解決 人來 是, 大人 我送嫂夫人回去好好休息 是, 大人 老公試飯我, 也沒時間跟爹吃飯 對了, 爹身體好嗎? 是, 自從大老師渴身之後 老爺的身體就不會這樣 是, 老爺的身體就不會這樣 是, 自從大老師渴身之後 冰乾柱 老爺 你是不是黏乾柱的細宗 是不是假扮我老婆 你真是否小汗 我身分你是怎麼可以得知的? 有人想救我 有人想幫我 將來告訴我 原來沈君伯一早知道我身分 阿爹, 我聽卿和叔叔說 你身體不太好 沒什麼, 最近睡得不太好 我每當我想起大兄慘死獄中 我就怎麼都陷上眼 君伯, 你真是好好地為官 不要枉廢大兄一番心願 君伯明白我 君伯一定不會令我爹失落 對了, 聽衙妹的人說 說你抓了周炳回來 困在家門楼上 是不是有件這樣的事? 是 他和你共事多年情同手足 就算他真的有錯 以你現在身分地位都可以幫到他 你怎麼… 這件事不是你想的那麼簡單 而且抓他回來, 尾常是一件好事 免得他, 到處亂說我的話 始終我的身世, 他是一個知情者 這層你不用擔心 周炳這份人我很清楚 是不是你想多了 周炳, 你到底為甚麼事抓他回來 你們在處鬥甚麼氣 我們這次不是鬥氣 而是皇上要抓一下周炳 甚麼事要驚動皇上 是因為周炳的身世 其實周炳的父親周鴻 在二十年前 曾經策劃入宮行至先帝雍正人 雖然他們最後都視為避諸 但當今皇上也想一見周炳 問過名當 周炳, 原來周炳也有他這樣的身世 不過事隔這麼多年 我看皇上也是常來問問而已 怕臭怕, 周炳被皇上審問事 不知道他會亂說甚麼 當日既然大慶能推薦他 難道我們信不過大慶嗎 是呀, 始終說苦惑皮囊滑骨 知人口名不知心 萬一周炳想自己會死, 他豈不是拋牢 別想像是牛過尖 想想怎樣去營救周炳更好 放心吧, 爹, 我自有分析 一零, 你帶爹去我笑 是 周炳, 一定不可以讓你毀我自證 你一定要死 來, 爹 你快要死 大人有令, 要馬上阿周先生你上路 曹先生, 這裡有一套新衣服 你先換掉它 一會兒我們可以繞一繞路 經過你家門口 我再打一口水, 讓周先生你洗臉 大家是好意和心理的 你們有所不知 我是朝廷陰犯 阿周先生, 對我這麼好, 對你們沒好處 下手了 得罪 走 你有沒有老婆 老婆, 怕是你 你快走, 有人要殺你 不要 老公, 小心 馬上打了 老婆, 老婆… 老婆, 走 老婆, 小心點, 老婆 老婆… 你快走 老婆… 你怎麼跳, 老婆 老婆 小環… 小環 小環 周阿炳, 甚麼事 老婆出事了 你別來再說吧 老婆, 別走 究竟你剛才有甚麼事? 老婆為了救我, 去劫獄 然後又殺手來殺過 老婆殺了我們, 殺了蟲女妻 但是她中了暗氣 老婆… 看不見梁針針的金蒼藥 在哪裡?你拿出來吧 上次依你的腳, 當時用光了 我們去拿… 老婆, 你撐住, 藥很快就到了 你沒事的, 你很快沒事的 沒用的 人們出手狠, 是一等一的高手 毒已經入了五藏六府, 沒用的 不會的, 老婆, 你記不記得 你是黏江柱訓練出來的細作 你打不死的 林榮, 你聽我說句話 我聽, 我聽不止一句 以後你說甚麼我都聽你說 你叫我去刀, 我就去刀 你叫我辣, 我不敢去刀 以後你以後都聽你說 老婆, 你不要有事 阿炳, 阿炳, 你以後就小心想通過這個人 其實整件事都是他的陰謀 老婆, 你別說這種話了 不是啦, 阿炳, 你真的要聽我說 阿炳, 你知不知道他害你 是不是你知道他有一個不可告人的秘密 是呀, 不過我可以告訴你 老婆, 你以後就是這樣 人家現在要殺你 你還要幫著他 你當他兄弟, 他還敢對你 你以後要小心他 你答應我, 你答應我 我答應你, 我答應你 你不要有事, 我甚麼都答應你 你答應我就好了 你這麼聰明, 他一定欺負不了你 你答應我就放心 你懂得放他, 我就去當安樂 不會的…老婆, 你記不記得 你答應過我甚麼? 你說替我煮飯, 替我洗衣服 替我浪跡絕毅 你不是說想我放風針嗎? 我現在跟你去吧 我們去到仙崖外國放風針 還有, 你不是說不喜歡我做幕僚嗎 我現在也不做, 我不再做幕僚 我們可以鬥父母 我們以後大青島就開步 我們做午時、晚時、宵夜 以後你甚麼都不用做 你收錢就行了, 甚麼都我做了 老大老婆, 你不要休息, 老婆 我到不了, 阿飛 小英姐 老婆 小環 我在這裡… 老婆, 你不要休息, 你不要休息 你不要休息, 你不要休息 老婆, 你不要休息, 你會好嗎? 老婆, 你不會入事的 阿兵, 你到此用明媒正草 娶小幸光會 讓你真真正正做周家夫人 我不要, 多謝你老婆 阿兵, 多謝你 阿兵, 多謝你對我這麼好 我壓了你這麼久 你不要騙我 你叫玉器也好, 叫小韓也好 你也是我老婆 你一聲一聲就叫我周冰的老婆 阿兵, 你不要辜負小韓 小韓, 以後辛苦你了 阿兵呢 她睡了, 家又壞 口又壞, 心又花 你呢, 我要好好照顧她 我教你的訣章 如果她不聽你的話 你又打她, 打她的怕 打她的怕 玉琳姐, 別吵我 玉琳姐, 玉琳姐 你不要亂, 讓我來 玉琳姐, 放心 老婆 玉琳姐 老婆… 大人, 我們派去追殺周炳的殺手 竟然一個都沒有回來, 全部都死了 什麼?那周炳呢? 你逃跑了, 怎麼可能 你又說你請來的是一鄧一的高手 怎麼可能殺不死周炳呢? 這件事說起來也奇怪 會不會趙兄 絕對有這麼可能 好一個周炳 你逃跑一次, 第二次沒那麼幸運 沈大人, 到底有什麼事? 我去見小嫻姑娘 小人立刻通知 沈大人, 怎麼這麼錯當? 問小嫻姑娘有沒有見過周先生? 沈大人找周炳, 怎麼找到這裡呢? 還有, 他不是被大人扣留在牢房的嗎? 原本就是 但是昨晚他被那黑衣人救走了 那沈大人不是認為黑衣人是小女子嗎? 論小嫻姑娘, 也未必有這種本事 那黑衣人來歷不明, 而且武功超群 但節之間已經把我們四個步塊打敗 把人救走 我只是擔心他對周先生不利 我和周炳已經割席 大人應該知道的 所以關於他的事, 我實在沒興趣知道 但你們畢竟都相識一場 沈大人這麼說, 似乎是在懷疑我 那好吧, 既然你一場來到 我就帶沈大人四周去看看 我的激酒館裡 到底有沒有藏著周炳? 那我最好不過 是, 大人 飛, 王, 你倆守住大門 是, 大人 阿騰, 阿騰, 你跟我到處看看 是, 大人 這邊請 是, 大人 是, 大人 客人在酒窖這裡,大人應該可以安心 你到處找吧 是,大人 大人,其實廟墓發現 那好,小韓姑娘打擾了 大人,你嚴重了,最重要大人你安心 小韓姑娘,如果你有周先生的消息 記得通知我 其實跟周先生畢竟是一場朋友 我都會謙不幫助 我明白的,長勝叔 麻煩你送大人他們出去 大人請,兩官差請 小心 剛才真的嚇死我 你放心,我老婆會保養我 沒想到沈江伯真是解人假義 是我有眼無珠 此地不宜久老 一定要認真想個辦法 你沒事的,對不用 我和周先生一年 你慢慢把這個筛爭 我問到你會那個筛爭 那你不會再嘗啥 我會說一場 我會說一場 我不會再不允許或什麼 你會說一場 我會想要把這個筛爭 我會說一場 要讓我可以讓你想用 我現在要不允許或是 你也讓我可以看我 我會說一場